我們的重點是天平如何使用 使用天平測量質量的步驟 第一步驟我們講過了 任何測量的第一步是什麼 歸零 歸零的時候呢 就左右就是 你看到圖片上面那個叫做校準螺絲 去旋轉這個校準螺絲 然後呢 讓它的指針指到零 中間零的位置 可是因為它很容易晃 所以有的時候讓它靜下來很困難 我們就讓它左右擺 擺的情況是一樣 就叫做已經歸零歸好 那麼這個螺絲要 有人要調裡面還是調外面的想法 跟你們敲敲板的想法是一樣的 但是呢 要調裡還調外 要看著指針朝上或者是朝下 因為你要知道指針朝上或朝下 你才知道哪一邊比較重 才知道怎麼調 比如說我指針如果朝上 往右邊偏 誰比較重 右邊 可是如果指針朝下往右邊偏呢 是左邊重 所以答案是相反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指針朝上朝下 你才知道它是左邊重還是右邊重 你才知道該怎麼樣的去調 好 比如說這個螺絲這個指針朝下 偏向了右邊 右邊 那就表示哪邊太重呢 應該要怎麼調呢 說法有人說是調裡面旋入或者是旋出 有人會寫向左或者是向右 叫這要校準螺絲 轉一轉 如果我動的是左邊 要旋入嘛 因為我們的左邊太重對不對 啊輕一點就往裡面走一點 如果我不動左邊 我要動右邊 那我右邊應該是向右還是向左 旋入還是旋出 進去一點還是出來一點 如果改動右邊的話 應該要怎麼動 如果我改動右邊 如果我改動右邊 我忘記要抽男三 你隨便了 29 29 向左或向右 或者是旋入轉進去 或者是轉出 轉出來 你又要看題目 每個人都要看題目是幹嘛 來 如果改動右邊要怎麼調 旋入或旋出 旋入或旋出 向左或向右 五 四 三 旋入 就向左的意思嘛 旋入向左啊 不確定 說吧 唉 越往外就等於越重嘛 越往內就等於越輕 你現在左邊太重 就是左邊要減輕 右邊要變重嘛 所以右邊要外面一點 左邊要裡面一點 OK 如 代車戶放左邊 把馬放右邊 為什麼 不為什麼 習慣 為什麼這個習慣 多數人是右撇子 所以右手去拿放右邊比較順 那左撇子 那左撇子你就痛苦一點吧 左撇子 多數人是右撇子的關係 代車戶放左邊嗎 我們圖片上顯示的是上米天平 就是我們在十月之中的天平 這種天平其實你左右顛倒沒有差別 這個天平你左右放反了其實沒有關係 代車戶放到右邊 把馬放到左邊也OK沒有任何 但是等一下有騎馬的不能 因為有騎馬的質量正在右邊的 就不能夠弄錯 所以一開始有養成良好的操作習慣 代車戶放左邊 把馬放右邊 然後平安完就做完了 然後東西重了盡量放中間 就讓它比較穩定 穩固一點 代車戶放左邊 把馬放右邊 放到兩邊重新 平衡 看點放到 把它架起來就對了 OK 六十座吧 然後呢 這個像等幣天平 它們有騎馬的 有騎馬就是要把騎馬 移動一格一格 一個一個移動 通常一格是0.1公克 但確實幾公克 你要看題目怎麼寫 然後就看到 我調到了第12格 就是1.2公克 把它一起加起來 這種有騎馬的天平 你就一定要代車戶放左邊 法馬放右邊 因為騎馬的質量加在 右邊的 騎馬的質量加在右邊的 就不可以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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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知道 這有騎馬的 那麼 這個 三良天平呢 就是它沒有法馬 沒有 就是都是騎馬 這一排就是 10克、20克、30克、40克 另外一排就是 1克、2克、3克、4克 0.1、2、0.3 這樣動 所以呢它是 沒有 法馬 它只有騎馬 你就把它一格一格一格 對 就是三良天平 跟剛剛講話 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地方 無論如何它就是天平 重視的就是天平的使用步驟 第一步驟要歸零 第二個 代車戶要放左邊 法馬放右邊 那還有一些別的事項 我們後面再說 OK 好來 問各位簡單小問題 左右顛倒可以嗎 左右顛倒可以嗎 可以嗎 我剛剛有講過對不對 我剛剛有講過嘛 他說 有的時候可以 有的時候 不可以 你還記得我講什麼嗎 我愛小女生 無 無 No.1 不要害羞那一項 喜歡大自然 快點 可不可以顛倒 可以 你記不記得我講 什麼東西不能顛倒 你說 你好像講的不太對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用的上閩天平 其實左右顛倒有沒有放心 沒有關係 都一樣 都一樣 但是如果是有騎馬的天平 你就一定要帶車戶放左邊 法馬放 右邊 因為騎馬的質量是加在 右邊 右邊 OK 好來 再來最後問一個小題 請問那個敲敲 這我剛剛敲敲板 要怎麼移 才會平 請問你這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比較重要怎麼移 比較輕要怎麼移 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可愛 大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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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帥哥叫做 Number 30 30 30啊 起立啊 你要告訴我 你看不清楚題目了嗎 求是請問你 你校準螺絲的移動 跟敲敲板的移動 有沒有相似之處 如果是有 怎麼樣相似 重的要怎麼移 輕的要怎麼移 還是會顛倒 就是重的人要往裡面移動 然後 要學會要移動在外面 外面 請坐 就是基本請坐很好 就是基本上意思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都是用所謂的力舉 國三才會交的力舉 比較重的要往裡面 太重就往裡面 太輕就往外面 就是調螺絲 朝內或者是朝外 旋入旋出 向左向右 OK 注意一下指針朝上還是朝下 往哪邊偏 你才知道是哪邊太重 或哪邊太輕 你才會知道螺絲該怎麼樣去調 就是一樣 就是我們的動腦時間 04跟05 可以嗎 可以 很好